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残障朋友常常会因为自己的外表而感觉到困扰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了因果跟自身的命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由因果的轮回中觉醒超越 摆脱这种矛盾的情节而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 所谓身残心不残 残障朋友仍然具备有修行和增长智慧的条件 现在我们就恭请圣言法师为我们开示 究竟我们如何来克服外向的残疾 从拾内在的信心 谈到残障呢 必须我们要了解 残障有不同等级的 也有不同类比的 也有不同原因的 我们知道有的小孩出娘胎他就是成长的 你们读谓听过一个蒙古证吗 有一些婴儿出生这就是蒙古证 那么有一些呢 在出生的时候非常好 因为一场什么病 比如说小儿麻痹啊 都是因为啊 发高烧 而产生了小儿麻痹 另外呢 因为啊 车祸 或者是呢 意外的事件呢 失去了一只眼睛 丢掉了一只腿 断掉了一只手 也是残长 有的人呢 就是因为啊 火灾了 或者是什么灾难呢 或者是病灾啊 这个脸上啊 一个大巴 留下了一个大的疤 或鼻子呢 去掉一半 看起来是非常难看的 但是像累世的啊 后天的 因 是因这个过色 不是 因一种啊 意外的事件呢 而得到残障的 或者是因害病 而得到残障的 形成残障之后呢 如果心里能够啊 辅导得一 他还是健全的人 他是跟普通的人 完全一样的 就是说他的肢体啊 缺少了某一些 但是他自己的性质 还跟我们呢 正常的人是完全相同 不过呢 当我们呢 身体上某一部分的肢体 有了残缺 有的时候自己产生自卑感 有的时候不是一定的自卑感 而就是说在体能上面呢 在身体上面呢 他会 要比正常的人呢 差一点 但是如果说他选这一 选得得当 他的工作 选得得当 这个没有问题 还是一样的跟正常人呢 相同 不过呢 如果是生起来 就是出生的时候 与生俱来的那个残障啊 也要看了啦 与生俱来的残障 有的是呢 生起来就少一个腿 有的人呢 生起来的时候啊 就是齐形的 可是他的头脑没有问题 像这一种 我们还是可以教育的 他们有一些 生起来就是 又是龙 又是亚 生起来就是龙亚的 可是头脑并没有问题 还是可以教育的 有的人生起来就是瞎一眼的 但是呢 他的头脑没有问题 还是可以教育的 但是有一些人呢 生起来头脑是有问题 他的头脑就智能了 又障碍 那么这个呢 是没有办法改善的 是不是绝对不能改善呢 也不一定 也有奇迹可能发生的 所以 一个呢 是他自己残障在自己本人 需要有人做心理的辅导 也观念的纠正 让他们自己啊 能够觉得 自己跟正常人是完全一样 这是表面上看起来 少了一样东西 或者少了什么东西 他们不需要自卑 而一定是跟普通人相同的 一种啊 一种人生观 像这种人蛮多 我见到的 像我们法古山呢 画图的 画那个特色图 这位先生呢 姓洪 他那个技术之好 在台湾没有第二个 在美国 他也是非常的有名的 叫做洪胜坤 是相当有名的一位画家 但是他就是一个残障者 另外呢 昨天还在给我看壁孔 一个壁孔 一只耳背后刻的医师 他也是个残障者 但是他的医术相当高明 他是个医生 你不能够说因为残障了 就是不行了 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心里边呢 总还是有一点点遗憾 所以我不能够像普通人 一般的人一样 那我跟他们讲 我说你的成就比所有的人 其他正常的人都大 你还有什么自卑的 虽然手变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好难看 你不要以为这个手难看 就说你就是见不得人了 没有问题啊 你的奉献 你的心 你的智能 都不顺于一般的人 你不需要有自卑感 那我遇到这种人蛮多了 那么这个就是要有 第一要紧的 还是要宗教信仰 另外呢 我们呢 希望一般正常的人 也要帮助残障的人 家属也好 亲戚朋友也好 不仅仅是 从观念上帮助他们 也从信仰上帮助他们 希望为他们呢 拜灿啊 念佛啊 布施啊 做功德啊 让他们的残障的人呢 减轻他们的这个身心的呀 残缺的一种压迫感压力 还有一种病态的一种心理 让他们转变 调整 往往有一些异章重的人呢 他调不过来 那为他们拜灿 为他们念佛 为他们做布施功德 他们会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 还是跟正常的人 心态完全一样 那就是个健康的人 所以身心的健康 主要是还是要心理的健康 心理的健康 有宗教的信仰 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